世衛大會24號登場 臺灣連續5年未獲邀參加 13友邦提案討論邀請臺灣 4個友邦分別在總務委員會及全會 與中共展開二對二辯論 中共聲稱已經妥善安排 臺灣參與衛生事物 不存在國際防疫缺口 使管丁尼當場指出不符事實 24號美日英澳加法等多國駐台機構 同步在社群發文 挺臺灣 25號美澳日三國駐台機構 美國在臺協會AIT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澳洲辦事處聯合發布中英文新聞稿 強調排除某些成員 會弱化全球公衛安全 每日澳三方表明 臺灣是公共衛生的成功典範 正面臨充滿挑戰的時刻 遏止首度嚴重社區感染的威脅 臺灣有意義參與世衛 能加會全世界所有人 這次疫情凸顯 臺灣在研發生產與提供有效治療的能力 包括有潛力的國產疫苗 這次疫情也凸顯了臺灣的重要性 臺灣是提供高品質 個人防護裝備可靠的供應者 然而世衛大會主席仍宣布 是臺灣提案不列入議程 在WHA它並不是只有公理正義就能夠行 這裡面還有選舉票數的問題 分配不公容易被操作的一個可能性 理念相近的國家也盡力地來發生 他們力量雖然大可是票數不足 新唐人眼睛電視直線裡 張東旭 臺灣 臺北 報導 示範